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萝卜在这里实现宫廷医院的梦想 需要过五关 第一关 切丝 要把萝卜切得细如发丝 需要厨师精湛的刀工 第二关 拍粉 使每一根萝卜丝上都均匀地挂上绿豆淀粉 第三关 蒸制 上龙蒸制八分钟左右 使萝卜丝更加晶莹剔透 形式燕窝 第四关 冷冻 零下二十度 要冷冻三个月的时间 使萝卜丝更加有韧性 第五关 摆盘焦汤 萝卜丝 装鱼盘内 配上火腿 肉丝 香菇 蟹棒 然后用鸡蛋皮做成牡丹花放于菜上 用我们每天新鲜熬制六到八个小时的高汤焦于菜上 一道色香味 俱佳的牡丹燕菜便大功告成 洛阳水席这么神奇的做法 据说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 第一位点赞好评的可是鼎鼎大名的武则天女皇陛下 从曾经的宫廷盛宴到今天的大众消费 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 是国家级飞翼项目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保护 百文不如一件 正宗的洛阳水席 你可一定要来打卡哟 完整的一套洛阳水席共分为 前八品 四珍桌 八中间 四扫尾 二十四道菜 有凉 有热 有荤 有素 十六道热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菜菜带水 快可到 福寿安方 安徽洛阳过来的 福寿海来的 很好吃 原来很喜欢 人间诀味 贼拉好吃 吃洛阳水席可不仅仅是吃洛阳水席 品尝洛阳味道 品味中国文化 我代表俊美萝卜 哦不 牡丹燕菜 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我们洛阳吃水席